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給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我是主播趙欣如 最近幾天東亞主在一個不穩定的天氣形態 整個不穩定帶從南海地區 一路延伸到日本的東南方 形成一條非常狹長的雲帶 台灣還算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剛好這個不穩定帶主要位在台灣的南邊 所以對台灣的影響還比較沒有那麼大 如果這個不穩定帶稍微往北方一點的話 對於台灣的影響就不容小覷了 目前需要特別關注的天氣系統 就是現在位於南海的這個低氣壓 從這個模式一包看起來 這個低氣壓會持續的發展 而且會漸漸的往北方移動的趨勢 以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低氣壓還位在比較南邊的位置 所以對台灣的影響還比較沒有那麼大 影響的區域主要集中在 南部地區還有東部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地形降雨 那北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呢 主要還是要留意 因熱力作用造成的午後對流雨 那到了週末的時候呢 這個低氣壓漸漸的往北方移動 那也帶來大量的水氣 那對台灣的影響就會比較明顯一些了 但是對台灣影響的程度還是要看這個 低氣壓的移動路徑 如果這個低氣壓移動路徑比較偏向台灣一點的話 那當然對台能影響就會比較大的 那至於這個低氣壓會發展成熱帶低壓甚至是颱風呢 一樣要看這個低氣壓的移動路徑 如果這個低氣壓登陸陸地的話 那它持續發展的機會呢就會比較小了 所以請大家隨時關注最新最正確的天氣資訊 在還沒有確定之前呢 千萬不要聽信來路不明的傳言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接下來四天的降雨分布呢 週末的時候呢 由於受到這個低氣壓的影響 所以全台各地的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降雨的分布呢 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區 還有東部地區會有一些 迎風面的地形降雨 那北部地區跟中部地區呢 由於主要位在於被風測 所以降雨的形態還是以局部性的 正雨為主 那白天的時候呢 因為加入了熱力作用 所以呢 短時間強對流發展的機會呢 會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建議大家呢 還是攜帶雨去出門 會比較保險的喔 那到禮拜天的降雨分布 降雨形態 還是要看這個低氣壓的發展情況 如果這個低氣壓持續發展的話 那禮拜天的降雨就會比較多一點了 那到了下個禮拜一禮拜二的降雨形態呢 一樣要看這個低氣壓帶來的水汽氣量的多寡 那這個 這個分布呢 這個變化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只能說這個下禮拜一二呢 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至於明天的高溫呢 全台各地普遍呢 都在30度C左右 那東部地區稍微低了一點 來到28度 那因為明天的濕度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整體來講呢 會比較悶熱 甚至會有點不太舒服的喔 那至於明天的低溫呢 北部地區大概來到23度到24度左右 南部地區來到24度到26度左右 那這個溫度還是稍微偏涼的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注意早晚的溫度差異喔 那最後呢給大家一點天氣的小叮嚀 這個低氣壓呢 持續的往北方移動 那明天來講的話 中部地區北部地區還是要留意一些局部性的震雨 那白天的時候呢 因熱力作用的加入 所以短時間強降雨的發生 還是會有的喔 那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呢 就要留一些比較強的降雨的發生了 那再來還是要請大家注意 關注隨時關注最新的天氣資訊 關於這個低氣壓的發展情況 那不要聽信來路不明的傳言 那至於哪些是來路不明的傳言呢 這我就不加以贅述了 當然威勒320呢絕對不是的 那最後呢這個不穩定呢 還是會持續到下個禮拜一二喔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隨時關注這個天氣的變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氣象 接著請去收看各地詳細的天氣資訊 Peace out 感谢观看